在我的經驗裏面,有很多家長一來都會問我 其實你們很像Montessori 究竟Montessori跟我們Vergio有甚麼分別呢? 每一個approach都有它的優點 只不過我們看看它的優點是否適合你的小朋友 我就想舉一個例子 是一個真實的個案 是我們K2的一個小朋友 他曾經在這段期間用了同一套的玩具 做出一些不同的變化和學習 我就想和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說回Montessori 在Montessori的時候,你也會看到同一套的玩具 例如你看到的時候 他們的小朋友也是一樣 鼓勵他們自主性 在櫃子裡拿一副玩具出來 然後放在他們的桌上 然後他們的步驟就搭高 搭完之後,他們也鼓勵小朋友自己做完 然後放好自己收拾在櫃子裡 當然你會看到很好 小朋友學習到自己去做 很independent 很confident自己去做事 但同一方面 在我們的教具裡 我們的小朋友是怎樣 我們都會放在課室裡 然後小朋友也很independent 很confident地自己去 自己拿這份玩具出來玩 但我們沒有一個規限性 為什麼呢? 就是小朋友可以自己選擇怎樣玩 我們做了一個記錄 這個真實的事件 小朋友玩了什麼呢? 在幾個月裡我們就記錄了他 最初他拿了出來 就探索研究模 看看是什麼 有一個玩法就是 他拿了出來 然後呢 有用tunnel 對,有用tunnel 然後另一個就是他拿在辦廣電話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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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玩的時候 其他課室的小朋友覺得很可愛 然後他們跟著他一起拿 一起hello hello 全班小朋友一起hello hello 在這裏當中我們看到 creativity 我們有了 另外其他小朋友看到 就是observational skills 就是他看到其他小朋友 他又再做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 skill 對不對? Social skills 大家都很開心 一起學習一起玩 對嗎? 當中 另外一個他做了什麼呢? 又是當像你剛才這樣說 他爬了在那裡 然後用一些車 在那裡滑角 就真的當是一個tunnel OK 從中之下 他又create了另一個東西 另外一個小朋友看到他這樣做 差不多那天 全班小朋友找了 有些類似車的物體 因為我們不夠那麼多車 另外一個creativity 是做什麼呢? 他們拿了一些木頭 OK 就扮成一輛車 這樣滑角 OK 這個東西又是另外一個skills 就是從他們的curiosity 和creativity build up 出來 他們另外發覺了 另外一個東西 另外一個 我覺得其實真的挺 amazing 就是他有一天 就將這些 brow 反轉了 你們猜一下 你猜他做什麼? 你猜不猜到 我猜到 他好像是視梳 像搖搖板一樣 放一個公仔上去 搖一下搖一下 你也很creative 好 這個答案很好 嗯 差不多 他做了什麼呢? 因為他家裡 其實有個剛剛出生的newborn baby 就是rocking 對 靠了一道BB床 然後在那裡跟他玩 其實那一刻我看到 很開心 我立刻拍下了 document 然後回去告訴他媽媽 很開心 很開心 師傅 你們的玩法 其實是 it really sparks cognitive skills connecting 他看到的平日 平日 in their personal life 看到的東西 其實是非常之好 你說得好 我們叫做generalization skills 就是說他日常的生活 可以relate 反應 然後做出來 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規限小朋友 其實他們的potential 是很大的 有很多時候 我們structure teaching 有他的好處 當然 但是有時候 又會限制了他們的potential 去思考 好像我們這個 Vadual Amalia 的approach 有什麼好 就是可以幫助小朋友 嗯 你沒錯 我們先生會鼓勵他們 嘩 你做得很好 你想得很好 好像是這一套的玩具 剛才你就看到 我們都是鼓勵他們 因為我們很independent去做 除了那些independent之外 還有confident curiosity creativity 還有social skills cognitive skills generalization skills 很多方面都包含了 當然我們都會鼓勵他們 tide up 但是是不是這麼重要去做呢? 我們常常都說 哇 你看看剛才這麼多skills 可以brings out 出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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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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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